有烏龜 這是臺灣的粉土烏龜 不是現在常看到泛濫的巴士烏龜 現在粉土烏龜很難看到 我們這個烏龜就像有個寵物 一直在那邊出現 它很有人性 不關小 再看到 我們用料的菜園 我看到有很多很有趣的昆蟲 譬如說這一隻草蝗 你們看到它有什麼特別嗎 小時候 像小時候看到的 我說這是來打分數的 因為它在它的後腦勺 寫著一個大寫的A 這是A球龍場 這是把它打個分數 而且同樣子這個A的發色很多種都有 它很可愛 那這個唐朗竟然偽裝成蘭花 盾貝春像偽裝成一朵草莓 就是很多你想像不到的 非常豐富多元可愛的蟲 在我們牢裡都沒出現 再往下看 另外這個是野鳥啊 竟然可以去每邊摸摸頭跟牠玩 好像家裡的寵物一樣 這是白狗 而且牠每年都來 就是我隔壁有一個巨石的菜園 因為牠們很愛護鳥 保護鳥 這些都是我們那邊的鳥 都是跟我的很親 我是很差的照相機 我的技術也是灑瓜 灑瓜機 灑瓜技術 可是我能夠拍到這些鳥 就表示牠們不怕我 是不是 就是 結果我不會去感染牠 在看到這些生物 就是農地的 農地的生物很多 太多太多了 我光是拍到小草莓 就拍好幾種 再往下 另外 我要跟大家看到 我們一般人怕蟲 他們會影響我們的生產 我們的生物 可是我看到有一個 布沙中的農場 那個玉蘭樹 樹幹變成白色 這不是七白油漆 而是布滿了粉藉和蟲 看起來頭皮會麻煩很恐怖 可是不理牠以後 半年完全復原 這裡已經綁上一株蘭花在裝置牠 可見食物的生命力多好 你只要生態好 牠自然有這個連動力去復原 好 再往下 還有這兩個木瓜是不同農場來的 都是很無聲的 不隨便砍 不被除非殺 這是木瓜的倫狀毒素 在台灣現在 木瓜如果不是種在往事的大面栽培 大概就是基桿流出來的 基桿或種的 那這個是沒有用 不是基桿 也沒有用殺蟲劑 牠都復原 還留了很多的痕跡 黑黑的痕跡在樹上 健康以後的這兩個木瓜 牠那個味道無法形容 你吃的會笑 怎麼會有這種木瓜呢 邊吃邊笑 吃完也外在藥 但還有沒有 太好吃了 太甜太香太美味 變成是 這個復原以後的木瓜 是整個原子都最健康的 最強的 這個就是我看到的 真的在復原 另外我看到有一個巨師 他種了芒果 剛開始他從冠型龍夫手上 接了一甲二十二分一 忙了一年收了七十五粒芒果 可是後來他的生態越來越偏好 生態多了 本來是沒有生態 他這個叫做天然網 是用很多蜘蛛網 就是很多人 會從回來 他們就幫助恢復健康 再往下看 去年第四年收了九千多斤 九百多斤 不到一千斤 今年我去看我嚇一跳 我找不到他們的農場五月 這是冠型龍夫的芒果園 我認不出來 因為滴滴滴滴到處都是套袋 第一年套的袋子只找到兩個 這是去年第四年袋子就多了 是塑料一些果子做行燈果 刷那些一萬 如果沒有颱風吹彩 大概會收到至少一萬斤的芒果 這是第五年 我非常震撼 聽他講不覺得震撼 可是當我自己看到 去年我來跟現在那個感覺 去年還不來建康 今年竟然是這樣子 我真的太震撼了 所以可見了 只要我們真的好好去愛護這個大地 好好去珍惜大地 那以生存了一切生物的時候 我們得到一次最豐美的回饋 得到一次非常好的禮物 這是我看到的 你們不覺得驚訝嗎 驚訝吧 這是事實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找不來的啦 這只是一個例子而已 好再往下 還有我看到一個龍塘 他這個A菜怎麼出根都S型的 出A菜大概是什麼原因 告訴大家 是因為颱風吹彈倒了以後 自己又站起來的 很強對不對 自然龍法 就有這個機會 植物就不會就趴下去就爛掉 如果是弱的話就爛掉了 再往下 請看我的香蕉 我去年種的香蕉 好多人有吃到看到 我這個香蕉沒有給肥料 沒有打藥 它長了17把 一般香蕉是長9到11把 就算不錯 它給我長17把 而且去年麥根舞排放過境 每一個人都看著我的香蕉一定會倒 因為它已經傾斜了 7月23號 我那是照相機了去拍照 我發現我的香蕉沒倒 而我的茶友的香蕉都倒了 為什麼 因為前面上面這個 最慘 它所有有結果的 結果倒光 還倒了一堆沒結果呢 因為它打殺草劑 那就是殺草劑的痕跡 因為它又化肥 又有機會又有很重 而這個只有距離5公尺 它連根拔起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根很短很少 為什麼 因為它放太多有機肥 那個白白的就是蛋殼啦 豆渣啦 然後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 那不倒才怪嘛 它上面毀掉那麼多 那我幹嘛去好好的生長 去往下炸根 所以硬倒的啊 那我給它 它自己想辦法 它的根就很深 這個很有趣 可是就是放諸事來接準的道理 好 再看氣候異常下的作物 差異就是很大 這個雖然是長的蜜 長的多收成好 可是一陣風吹就倒 然後大白龍就全無倒過 那自然有法 它一個都不會倒 大白龍那個都不會倒 再往下炸 再往下炸 這是剛好偶然的機會 買了兩把很漂亮的白菜 結果呢 隔天就要丟掉一把 第三天讓它化成水 下面那就是水 那這個正常自然的蜜糖白菜 三天就這樣炸 我很清晰 我沒吃左邊那一塊 那一塊炸很清晰 請問你們都吃哪一種菜 好 往下炸 然後 現在已經是菠菜營養差異 菠萝滋 本櫻殼銀可以只剩三成 菠菜也只剩一成 然後 我考 不會這樣 怎麼辦 這類的問題怎麼辦 而且是不是會營養不了 會營養不了 所以我就想辦法 尽量的去多自己 去多觀摩多學習 還有有機會的話 多講 多寫 都推幌 以及我認為是農業的真正出入的農法 那音樂也不錯啦 現在還有機會能夠在我們的社大教農法 也有機會辦心靈環保農法的做盤會 今天已經辦了市場 還有市場排併 另外有幾場也都在盤之中 不過農地的相關就是真是浩浩的 我還在努力中 還要跟在座主 多多好好學習 同意投佛 謝謝老師 剛剛這個簡單的對談 發現Dasha先生在談農法 貪 陳 吃 然後短期出家 然後阿遠先生在談Dasha先生的KKF養俊 然後過江法師在談農業 我覺得這裡有很多很多的潛力 就是彼此之間的很多的共同的交集 那我希望在下一個段落的禮談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那一份共同的交集 那我相信這份共同的交集 也會跟各位在座的共同的交集 互相的呼應 互相的回應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等一下會有 十分鐘的休息時間 那這十分鐘休息時間 我們剛剛不是Dasha先生有提到嗎 不要相信他說的 要自己親自證明 你心裡面可能在想說 我要怎麼證明 我也沒有D 我也沒有中道 那我能怎麼證明 所以我們中間休息時間 就是各位證明的時間 什麼意思呢 其實台灣稻米 台灣人今天吃麥子已經超過吃稻米了 而且麥子幾乎都是進口的 我們先不談對小麥過敏啊等等等等 這些膚質的小麥可能產生的一些 對不適應的問題以外 台灣的稻米其實往往有說盛產 盛產不出去 但是怎麼把台灣的稻米現代化 什麼意思呢 符合現代人的飲食習慣啊 怎麼樣把稻米變成麵條 欸 煮飯還要配四道菜 所以想到 可能忙著職業婦女 工作的職業婦女 想到煮飯還要煮四道菜 試菜一湯什麼的就有一點 可是煮麵嘛 好像什麼東西都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因為因應現在人生有習慣 所以這次我們特別情商 台灣 都會可能聽過彭美威彭老師 然後彭美威彭老師推薦 也推薦一個叫福山農莊 他們已經發展出糙米 也就是這個米池 糙米的米麵條 那各位待會要實際請 這就是去吃吃看用糙米 煮出來的米麵條是什麼樣子 就剛剛Dasha先生講的 不要相信他所相信自己的體驗 那所以這裡我們就也安排了福山農莊 準備了一點點 就是簡單一點點 米麵條 我們也希望各位在你現在的生活形態當中 因為畢竟在飲食方面 麵條還是有它的方便性 那試試看 是不是用台灣 這是用台灣的米 來做出來的糙米麵條 那時間很短 那如果有什麼 吃一吃感受一下 如果有什麼問題 其實這裡有福山農莊 我都叫他Uncle John Uncle John 站起來跟他揹個手 今天謝謝你 Uncle John 就是準備了提醒裡面 讓大家實際的驗證 那我就不多說 我們後面的週末